探索未知的世界 寻找历史的哪儿 乘风千年的谜团 挖掘背后的真相 今日我们能否开启 大鱼其谈 带你探寻未知的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鱼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 某秀星人 抬头仰望星空 地球不过一粒尘埃 这个世界的神奇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不及亿万分之一 某秀星人又被称作为 七姐妹星人 某秀星团是最接近 地球的星云之一 这群以蓝色高温恒星 为主的星团 是在最近的五千万年中形成的 某秀星团在北半球的冬季 和南半球的夏季 是很突出的天体 上古时代所有的文明 都提到过某秀星团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 也提到过某秀星团 在圣经当中也被提到过三次 到现代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瑞士老人 叫爱德华·爱伯特·麦尔 他只有一条胳膊 而且他只接受过五年的学校教育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他声称来自某秀星的 一个先进的文明选择了他 作为他们和地球人沟通的桥梁 并且记录下了八百多页的接触报告 还拍摄出数百张清晰的照片 以及一小部分影片 并录下某秀星人飞船的录音 和几件外星金属 麦尔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某秀星人 是一名女性 此刻麦尔与外星人的接触 长达近十年 他公开了许多不明飞行物的照片 很多杂志都刊登过 说起外星人和地球人相差无几 主要是类似于欧洲白人 蓝色的眼睛 黄色的头发 身高一米七左右 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并且也有男女性别之分 卯秀星人和地球人乃是同一族群 都是来自天秦星系 但是卯秀星人的文明程度 比我们发达的很多 他们的寿命已经有一千年左右 他们的精神也可以进化 卯秀星人是文明世界的一个联邦 他们居住在仙女座星系 这个种族在精神方面 已经进化的尽善尽美 他们不再需要物理的躯体 几乎是纯能量的构成的 他们的母星是行星艾拉 这个星球和地球非常相似 只是体积小了10% 卯秀星人对他们居住的行星 进行了改造 总共有4亿卯秀星人 居住在一个没有污染 没有战争 没有饥饿和病毒的世界里 这个主要归功于他们先进的科技 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因为人们依靠心灵感应沟通 所以没有欺骗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免费的 而那些超出基本需求之外的东西 则要通过以物换物来获得 没有货币的存在 因此也没有对财富权力的渴望 卯秀星人没有大型城市 人们都散布在整个行星的表面 依靠一系列管道进行交通和交流 政府以高阶会议的形式存在 这个会议的成员 有那些进化程度很高 和最为聪明的卯秀星人组成 对任何社会秩序的改变 都必须经过大多数人民的同意才能进行 卯秀星人提供的资料 每年有超过3000架的外星飞船访问地球 其中的大多数都对地球人不感兴趣 只有少数人会尝试和地球人进行沟通 通常是通过心灵感应 由于有着共同的祖先 卯秀星人对地球人有着特别的兴趣 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星际联邦的法律 当一个种族没有进化到 能够离开自己的心系的时候 其他的种族是不能干预 其自然演化的过程 卯秀星人认为地球人已经接近了这个阶段 但面临敌对的外星人潜在的入侵威胁 因此卯秀星人的出现 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卯秀星人的太空船来往于地球 只需要7个小时 即使在今天速度最快的宇宙飞船 诸诺号探测器 它的时速有26.5万公里 飞越一光年的时间也要4075年的时间 相对论告诉我们 如果超光速飞行 物体就会自动解体 而卯秀星人则不以为然 这要归功于他们先进的太空船技术 太空船有两个推进系统 一个推进系统能够提供加速一直到光速 另一个叫超光速粒子驱动器 它能够同时超越空间与时间 在超越空间与时间时 它们便折叠为零时间与空间 只有在时间与空间停止存在时 才能在极小的微妙的时间当中 通过以光年计算的距离 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快 以至于一般的生命都无法察觉到 在转化为超光速前 飞船必须先飞到太空中 然后再到太阳系外的超太空环境中 再以正常的方式飞到地球 卯秀卿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告诉迈尔 我们的科学家已经了解了 发光驱动器和超光速粒子驱动器的 相关基本概念 一段时间以来 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确在研究这一推进器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 写下这样笔记的迈尔 他竟然连小学都没有上完 他并不住在某个大型图书馆 或者是科学研究中心附近 根本是相关领域的人 那个时候大多数物理学家 还不理解超光速粒子是什么 而且从超光速粒子这个概念 到成熟的宇宙飞船推进器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曼尔只是和卯秀卿人 有联系的17000个地球人当中的一个 在停止和曼尔进行联系之后 卯秀卿人还和瑞士 以及俄罗斯的很多人保持着联系 根据卯秀卿人介绍 自从1940年开始 月球上就已经有人了 他们在月球外部和内部建立了城市 城市在月球的黑暗的一面 月球是在几百万年前 地球上发生战争的时候被带到这 它是个人造的物体 是一个基地 所以当秘密政府登陆月球的时候 就发现了那已经有了各种废墟和残骸 因为它是人造的 所以月球从来不自转 而且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 这是一种让月球不自转的技术 为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看到月球背面拥有的建筑和飞船的真实情况 他们说 99%的麦田怪圈都是卯秀星人用宇宙电磁能量创作出来的 很多麦田的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 而是更加改善了 剩下1%的麦田怪圈 是负面的人故意做出来要愚弄别人的 他们踩它在田地上 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是假的 真正的麦田圈拥有能量 并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给予地球能量的刺激 二 给地球人的讯息 首先让他们知道宇宙之中还有别的存在 其次是让人类的灵魂理解 激发某些宇宙知识 三 一些图案是给其他外星人看的讯息 那些给予灵魂的麦田圈 都有着神圣的积核图案 在以太层面 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光组成的三地积核体 它们当中都蕴含着编码的信息 这是高维度的语言 对于理性的地球思维来说 难以理解 卯秀星人说 亚特兰蒂斯在一万两千年前被摧毁 但在亚特兰蒂斯之前 地球上就已经有了五到六个文明 几百万年以前 地球人类已经在这里了 因为他们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人类 来地球旅行和浏览 他们从自己的星球带来了植物和动物 并让他们和地球的种群混合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上有如此丰富的物种 摧毁亚特兰蒂斯大陆的大灾难 引发了全球性的地级变动 人类也失去了许多的记忆 后来人类崇拜一切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 比如月亮 星星 太阳 山脉 等等 而且在他们的神话里面 还有各种神体 当时从别的星球 来了许多外星人 利用了人类崇拜的这一情形 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上帝 那个时候 各种宗教崇拜就诞生了 亚特兰蒂斯时代之前 地球上有过许多的文明 他们都毁于战争 就和今天一样 亚特兰蒂斯时代的教训是 不可误用力量和宇宙能量 这就是他们曾经做的 他们毁灭了自己 他们发动战争 并实行精英操控 他们以为自己是神 这种自我毁灭 在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次 在之前的地球上的文明当中 他们在科技上达到了高度进步的水平 但却将其误用于战争 现在地球人又达到了一个类似的水平 当亚特兰蒂斯毁灭沉入海底时 一些与宇宙能量科技有关的建筑 遭到了损坏 并且开始制造混乱 比如打开不受控制的新门 也就是维度通道 这些建筑仍然在产生这些能量 军方也都知道这些科技 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 他们也在进行实验 比如说百慕大三角 某秀星人传达关于梦境的含义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相似的梦有着不同的含义 他们说一个人所做的梦 只有你自己能够理解 有时候它来自于你的灵魂 试着告诉你一件事 有时候看到自己在另一个维度的自我 或者是前几世的一些记忆 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维度的生命体 试着向你对话 在某秀星上 他们可以用意念来呈现事物 在光的维度当中 你的精神能量可以创造所有的事物 某秀星人说 一旦我们人类学会了心灵感应 那么我们之间呢 便不会存在谎言 嫉妒 愤怒 欺骗和自私这些事情 地球本身并不把自己看作相互分隔的国家 只有人类才这样看待 我们都通过能量和万物相连 你对地球某一部分所做的 会影响到整个星球 万物都是宇宙的能量 宇宙的能量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们人类是在向第四和第五维度提升 因为有很多信息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呢 是处在第三维度的 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宇宙的意识 那么我们人类就会慢慢的达到 第四第五维度 上面呢 我们就是讲了一些 卯秀星人与瑞士的麦尔 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 以及卯秀星人对我们地球人的一些忠告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更像是一个宗教的宣传 它提倡人们心中要有爱 避免战争的发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 镬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